LUNCHING 各位LUNCHING的兄弟們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LUNCHING 爆起來 我們今天我們要討論主題就是 你們呢 在感情的這個進度條方面呢 永遠都是超越女人的 那當你這麼急的過程當中呢 原則上呢 你就是不停的攤牌攤牌攤牌 造成你一點神秘感都沒有 讓女人完全不想要投入任何的情緒 在你身上 所以這一集呢 我們就專門要來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在還沒有正式開始之前呢 那個讚給他按起來就對了 這個讚會告訴YouTube 以及他很難搞的演說 好我不想了 大家應該都已經聽過了 所以呢 這個讚給他按起來就對了 321 謝謝各位兄弟們 好廢話不多說 Let's go 那就讓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這個歷史過程當中 其實也曾經告訴過你 永遠不要這麼的著急 那這個故事是什麼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也就是所謂的田際賽馬 那什麼是田際賽馬呢 讓我來跟大家講 這個故事發生在什麼 春秋戰國的這個背景 有三個角色的人物 一個是奇威王 一個是田際 再來第三個是什麼 孫病 那在春秋戰國時代呢 奇威王跟田際 兩個人很喜歡怎麼樣 很喜歡比賽賽馬 那你也知道 奇威王是國王嘛 那他的馬肯定比這個 田際還要厲害 所以他每次比的時候 田際每次都輸 那他們怎麼比呢 首先呢 這個馬呢 總共有三種等級的馬 一種是上等馬 一種是中等馬 一種是下等馬 那田際不管怎麼比 他都輸給奇威王 直到田際有一天遇到了孫病 孫病跟田際說 來 你想要贏得這場比賽 有沒有辦法 可以 我告訴你一個策略 孫病就跟田際講說 來你叫奇威王先出馬 於是奇威王就先出馬 奇威王第一批馬 他想要怎麼樣 第一把就獲勝 所以奇威王第一批馬 派出的是上等馬 田際怎麼辦呢 田際就先派出他的一個 下等馬 所以 可想而知 第一場比賽一定輸 那第二場比賽 奇威王沒有上等馬可以出了 他就出所謂的中等馬 那這時候 田際他出什麼馬 他就出一批上等馬 那他自然而然就 贏得了這場比賽 那第三場比賽呢 奇威王只剩下什麼 下等馬可以出 那這時候田際 他就把他的中等馬給派出來 自然而然 三戰兩勝 田際他就因此贏得了這場比賽 那故事講到這邊 其實想要給各位一個心態 以及一個策略就是 田際在贏得這場比賽 他運用的策略 也就是所謂的 保密策略 也就是情場當中 刀哥剛剛所講的 我永遠是看 女人的下一步是怎麼做 我在跟著我下一步的行動 我的感情進度條 永遠不超過女人 什麼概念呢 你們很多兄弟呢 在跟女人相處過程當中 我就舉一個案例來講好了 曾經呢 有一位兄弟呢 他跟這個女生 在約會相處過程當中 他自我感覺良好 他覺得還不錯的時候 他就開始怎麼樣 鑽車接送 女生說下班好累 可不可以來載我 他就從那個大安區 一路開車開到 開到高雄去 wow nice so good road trip ok 他就從這個大安區呢 開車開到板橋 去載這個女生 沿路上嘘寒問 說累不累啊 不然等一下我帶你去吃飯啊 說你這樣相班很辛苦幹嘛 欸 他覺得他運用這樣子的策略 去跟女人相處 女人自然而然就會持續的跟他在一起 結果 最後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女人就不喜歡他嘛 他就喜歡上另外一個別人嘛 所以這個故事 想要跟大家講的一個重點就是 在一個女人 她還沒願意讓你碰 不要有過度的任何投資 哪怕是鑽車接送 哪怕是送餐 送早餐送宵夜 各式各樣的這一些 暖男舉止 暖男的行動 你千千萬萬都不要做 因為你不知道 女人她現在的策略 女人她現在進攻的這個方向 她出招的模式是怎麼樣 所以在這邊 我們怎麼樣 也不輕舉妄動 就持續定期跟她會約出來 來去看我們彼此的關係 可以怎麼樣去做推進 好我們先用一些比較實際的狀況 來跟你們講說 你們的這個感情進度條 是如何不要去超越女生的 OK 一個很經典的 超越女生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直接告白 OK 直接告白就是你想像你在打牌 你在打德州撲克 你直接把兩張牌直接攤開 告訴女生說 你現在牌子長什麼樣子 那通常當你運用這樣子的 策略的時候 你自己其實可以感受到 女生的進度條 目前已經到哪裡了 很多直男及清昌小白 她的狀況是什麼 就是 你明明已經看到 女生的進度條不如你自己了 你是遠遠超過對方 是兩倍甚至三倍 你投資已經遠遠超越對方了 女生對你好感明明你還好 結果 你為了想要得到某一個答案 我不知道是怎樣 你覺得很痛苦嗎 你覺得就是每一天活在這種壓力底下 你必須他媽去抒發 用告白的方式直接解放嗎 你這媽的 然後你解放的那一刻 你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九成 九九成 我告訴你 就是 呃 我可能需要再想一下 呃 我們當朋友就好 那這個就是非常非常經典的 你的進度條遠遠超越對方的 所以我們的策略永遠是長什麼樣子 我們都是 一直跟女生升溫 一直跟女生升溫 每一次出去約會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玩得非常非常開心 我們隨著 女生對我們的熱度 然後去決定 我們需要投資多少 在這個女生的身上 那 我有沒有告白過 我必須說 有 可是那對我來說 並不是告白 那個只是確認關係而已 那 什麼樣的狀況去確認關係呢 是女生 已經給我非常多的暗示了 哦 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 你會怎麼樣 把把把把把 OK 哦 那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麼 哦 那 你覺得 你 你覺得我們現在到底 是什麼樣的關係 他已經給你很多 類似這樣子的暗示了之後 然後在 某一個 浪漫的夜晚就說 那 不然你當我女朋友嗎 哦 好啊 就直接 爽快的答應 可是這個是我已經 100%確認 女生 已經在這段關係 已經投入到某一個程度了 女生的進度條 女生的進度條 比你還要快 沒錯 我最近才有一個女生跟我說 啊 我愛你 What the fuck 愛這個東西 愛這個東西很 The fuck 很偉大 不要亂說我愛你 我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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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下次出去是什麼時候 哈哈 直接把他轉掉 嚇死誰了 嚇死寶寶了 要遠離這個人了 要遠離這個人了 所以你看 這個就是女生的進度超越我的 然後我再去決定說 我到底是要還是不要 OK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我想要再分享一個 我們內部兄弟裡面 有一個遇到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 他是跟女生約會到兩三次的時候 女生突然忍不妨來一句 所以你通常怎麼追你喜歡的女生 這句話其實他非常的有策略性 這個女生他也在測試這個男生 他之後會出什麼樣子的底牌 跟天際賽馬的策略是一模一樣的 對 那這個男生呢 他完完全全沒有get到這句話的意思 他下一次就脫口的說 喔對我喜歡的女生 我都會比如說就載他啊 然後帶他一起出去約會啊 然後就是在情人節的時候 就送他一些小禮物啊 然後就是會常常跟他講電話啊 我在對我喜歡的女生我都會這樣做 當這個男生 把這個牌給打出去的那一瞬間 他的感情進度完完全全就超越女生 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女生會根據這個男生 接下來所做的一切的行為舉止 去看待這個男生 你是不是在追我 有沒有喜歡我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你的感情進度條超越女生 所以在這邊 兄弟們如果未來 當你遇到這樣的狀況時 你可以怎麼去應對呢 我也可以給大家一個我的方法 我會跟女生說 那要看這個女生有多喜歡我 如果她喜歡我多一點 那我自然而然就會喜歡她多一點 有沒有 又順勢的把這個球給丟回去 一樣 再告訴女生說 我要看你接下來的下一步策略是什麼樣子 我才會選擇我到底出不出牌 如果我有感受到這個女生 她在接下來跟我互動過程當中 她是非常積極的 她甚至對我是非常的有投入度 無論是她的金錢 無論是她的時間 甚至她的經歷 但凡我有感受到這樣的進度 我也會跟著女生的進度條往前追 但永遠就是把我一個原則 以不超過女人的感情進度條為前提 剛講到金錢 剛講到時間 但我們在這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資訊 女生投入了多少資訊 在這段對話裡面也非常的重要 我最近有一場約會 我就要問女生她的感情歷史等等的 然後她分享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她幾乎把所有事情都已經告訴我了 包含她是某個人的小三等等的 都告訴我了 OK 全部 這重點 重點是 已經分享完的時候 然後她發現一件事情 她說 欸等一下 我已經把我所有事情告訴你 我都不知道你怎麼一回事 我最後都撐給你了 完了 我別去跟你進度條 超前 所以 我在約會的過程當中 我本來就很會操作感情的議題 然後我很會 我很喜歡了解 就是我是一個 有點像觀眾 以一個好奇的角色 然後再去了解女生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去問一些問題 然後去觸發女生 甚至會想要講更多 甚至想要分享更多 甚至想抱怨更多 女生很喜歡抱怨她前面的男朋友等等 分享到後面的時候 她突然發現 欸 我感覺 你好像什麼都沒有跟我說 這時候我就說 那沒關係 你想知道什麼 你跟我講 這時候 你可以理解為什麼 這整個節奏 都是我在掌控的原因 因為到這邊 他也在打拍 我想要分享什麼 我就分享什麼 對不對 如果我有五張牌 我只想要彈一張 其實都行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那你想要知道什麼 女生就說 那你上一端 我說我上一人 就 其實我覺得 就傷的還蠻重的 對啊 就發生一些事情 就 我覺得更認識的時候 我可以跟你講更多 但是 現在其實 就可能不太適合 我覺得你也不太會想要聽 你不會 我真的很想聽 不然我跟你講其他的 你還想知道什麼 我之前有跟網美交往 然後你看 我在丟資訊的時候 我都是保守的給 我不會一次給全部 因為我要讓女生 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對 這個其實就是 一個清場高手 他在操作這個感情議題的時候 他會做的事情 我讓你投入很多 我讓你投入很多 可是 我在這邊呢 我不想要什麼東西都跟你講 我選擇性的跟你說就好 這其實就是跟你剛剛講的故事 一模一樣 就 我問問題是要讓你攤牌 因為這些資訊啊 其實 都是 你在這段關係保持權威的 這些武器 我坦白講的是這樣 因為你知道他的事情 你就會比較知道 你接下來這段關係 到底要怎麼操作 以及你聊天的方向 到底要往哪一個方向走 那我最後想要再跟大家 分享一個案例就是 很多男生 應該說現代的男生 都會有一種錯誤思維 就是 他覺得他一旦跟這個 女生發生關係 他們的進度條 就已經走向終點 那自然而然 這個男生 就會做出 類似什麼樣的行為舉止 比如我們有一些學員 他們說 他收到翻譯之後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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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來 所以你現在就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們現在是什麼關係 所以 我們要交往了嗎 我們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男女朋友關係嗎 就是 你只要 說出這句話 你也是犯了 一個禁忌就是 你的感情進度條 在女生前面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頻道 一直以來 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在跟大家提倡一件事情 永遠永遠 不要向女人攤牌 我們都在遵守 田際賽馬 歷史的這個過程 我們都在運用這樣的策略在操作 永遠都是等女人 向我們攤牌 她向我們出招 我們才去做一個跟進的動作 要分辨一下 就是 我覺得我們 這個其實就是言語方面不要攤牌 你聽你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在肢體方面 就是肢體是 肢體不停去測女生的底線 對 然後嘴巴不停說 就是自己不想要 這提起來非常熟悉對不對 對 對 女生也是運用一模一樣的策略 是女生從那邊學來的 對 女生從那邊學來的 對 從女生從那邊學來的 真的 就是女生的情長策略 永遠是這樣子 對 所以 就當我們在跟你講說 譬如說 你已經 你這個女生睡了對不對 這時候女生都 都會想要抱抱 因為她想要得到 某種方面的安全感 可是 有所謂的過度安全感 OK 這就是在這邊 你除了抱之外 她已經說寶貝我真的好愛你喔 好險 壓力壞 你看看 你會看到 Guinness World Record 破紀錄的穿衣服方式 離開 我覺得那個是 就直接走了 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就是 你們在言語方面 不要透露太多的訊息 聽你的意思嗎 不是跟你講說 你不要透過肢體 然後持續的在約會的過程當中 不停的推進一壘二壘三壘 然後全壘大等等的 這件事情是必須一定要做的 你不要給她搞反了 你聽懂我意思嗎 大部分人是搞反了 是那個言語喔 很會講 很會講 一直推進 用言語推進 我覺得你很好 覺得你很棒 我們在一起很好很棒 一直推進 然後身體 然後一直原地踏薄 然後身體一直原地踏薄 你搞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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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高招的操作是長什麼樣子 那就是 一的話語 我永遠不貪牌 OK 或是我貪一張就好 可是其他我都不貪 讓你猜我到底是喜歡 還是不喜歡 可是我肢體持續的推進 希望這集 各位有學到 如果你有學到的話 那個讚給他按起來 這個讚會告訴YouTube 其他很難搞的 原算法 這支影片是優質影片 然後他會推上一個多小達人 反正 按起來 這是你能夠提供 我們最好最棒的價值 所以321 謝謝各位兄弟們了 除此之外 你可以在一下留言 一句兩句話也可以 只要讓我們看到你們留言 我們都很開心 那 大家也知道我們的網聊神技課 已經正式出爐了 所以 如果你在選擇權方面 你沒什麼選擇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一個月不到三到四場約會 這個課程非常適合你 可以跟你保證 你透過這個課程 一個禮拜 一場約會 絕對沒有問題 這就是打開你選擇權的開始 所以各位有興趣的話 連結在這上方 然後我們也會放在留言區 那今天就到這邊 I love you guys 我們就下次見了 Bye Bye 現代的交易軟體 過往有極大的差別 那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呢 那就是 正妹變多了 我與許多空姐 模特兒 網紅 以及正常行業的正妹 有了各種不同的約會體驗 而超過六成的約會對象 都會跟我說 他們是因為朋友 最近推薦才開始玩的 玩完了一整年之後 我把網聊成功關鍵 濃縮成六大黃金步驟 只要你按照我的步驟做 你一週最少就會有 一個新的約會對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